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今日中國向英國和美國連環亮劍 真的夠了架勢堂 首先中國外交部宣布 考慮會不承認BNO護照作為有效的旅行證件 作為對於英國內政部向BNO護照持有人 提供5加1方案詳情的一個反制措施 此外中國目前在網絡上大範圍地討論 究竟要怎樣反制美國 因為昨日美方決定要求中國政府 要在72小時內關閉駐侯斯頓總領事館 引來大陸方面的嚴重不滿 其中一位戰狼就是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他今天又寫了一篇文章出來 多少透露了一些端藝 就是究竟中國會採取一些什麼反制措施呢 他這篇文章的標題說得很明白 他說中國更加可能 會拿美國駐武漢之外的其他領館開刀 讓美國感到痛 在這篇社評的開手 胡錫進馬上批駁了路透社的猜測 他說對於美方罕然關閉駐侯斯頓總領館 中國會不會進行報復以及將會怎樣出手呢 路透社的報導就說 中國正在考慮關閉美國駐武漢總領館 不過這次路透社八成都是錯了 據了解 美方在之前已經在美國總領館做了一些撤出準備 美方看來都幾希望中方 是拿他的武漢總領館開刀 想著是扯平的 因為這樣就對於美方的損失最小 路透社發這條消息出來 似乎是有引導中方去這樣做之嫌 實請大家聽我們昨天的分析也有說到 說如果中國真的去關閉美國駐武漢總領館的話 根本上就等同於沒有反制過一樣 我們都解釋過了 因為這一家總領館在1月發生疫情的時候 裡面的下外交人員已經走了 而且這一家總領館的領事範圍 已經被其他領館分攤了 根本上目前駐武漢的領館並沒有投入服務 故此關不關閉都沒有分別 不過昨天路透社這樣說 我們就姑且來引述一下 實請昨天英文版的環球時報已經說了 其中一個所謂匿名專家的心水 就是要關閉駐港澳的總領館 不過依據我們昨天的研判 實請做這個決定的機會不是太大 我們再看這篇文章 他就說 老分析如果中方決定以牙還牙 也會關閉美國一個在中國的總領館 這樣就應該不會選駐武漢的領館 因為這樣就太便宜美方 華盛頓是突然通知要中國關閉駐猴斯頓總領館 而且只給72小時的撤離時間 極其無禮 使得中方的撤離工作很麻煩 而且美方在武漢總領館已經準備好了 迎接中方的關閉令對他來說輕鬆得多 美方的痛感 也會跟中國外交人員離開猴斯頓不太一樣 實請他這個說法是挺過癮 他說給72小時就極其無禮 難度給你一個禮拜 他又很有禮貌嗎 或者給你兩個禮拜 那你就覺得他很有禮貌嗎 凡親下這個族客令也是無禮的 必不需要他請頂百人大橋抬你去猴斯頓機場 簡直這些說法是多餘的 互族外交人員 或者互相閉館 這些根本上都是無禮的 難度你想他給兩個禮拜 你可以燒多些東西 這些說法是很愚蠢 那你換個角度來看 可能美國就是給你面子 現在中國科技這麼先進 72小時要燒什麼機密文件 什麼都燒光了 好 接著這篇文章繼續說 所以中方一旦要做這種報復 極有可能會跳出美方的預設戰場 在一個會令美方感到更痛的地方落手 出其不意 也就是說 美方給中國多麻煩 中國就會給他多麻煩 實事求是這麼說 雙方在關閉領館或者互族外交官這方面較勁 雖然轟動就大 但是帶來的實質觸動就不太深 中方就不想和美國開展極端外交戰 是因為不願意破壞中美關係大局 但是如果我們確認華盛頓無論如何都會這樣運下去的時候 我方打這種外交戰的彈藥就會好像美方一樣多 甚至乎是更多 中方是不會懼怕美方在這一場衝突當中進一步升級的威脅 那麼他所說的彈藥是甚麼彈藥呢 接著那段他就解釋了 原來因為中國駐美國的大使館和總領館加起來有六間 但是美國在中國的大使館和總領館加起來有七間 加多一間是哪一間 就是香港花園道26號那間駐港澳總領館 但是他的地位就非常特別 一來他就不同於其他五間駐華的總領館 一樣是隸屬於駐華大使館 他就是獨立一間 第二 無論在人員編制或規模上 其實他和駐華大使館是差不多 故此地位都相當特殊 在接著那段 胡錫進就開始打駐港領館主意 他就說美國在香港的總領館至少有一千幾百人 還有說加上僱員有幾千人 要那麼多人做甚麼 擺到明就是一個情報中心 中國反制的方法實際上很多 比如說一旦對他的港澳總領館下手 即使不關閉他 將他的人數坎掉一大半 只是讓他留一兩百人 都會令到華盛頓痛到不得了 嘩 真是夠厲害 哈哈哈 即是說 驅逐外交人員削減他的人手 令到他會覺得好痛好痛 那就一定是 除非不是 接著那段胡錫進就開始打心理戰 他說 看外交部發言人昨天的表態 中國一定就是會報復 這樣就會令到美國國家的駐華領館 都是踏實不來 就這樣讓他們緊張 讓他們國家的領館也做一個緊急計劃 將文件全部都打好包 準備拿去燒掉它 最後中國就從他們幾家當中找一個出來 想想想 在中國的報復實材未下來之前 所有美國駐華領館 都會將心提到喪指眼淚 即是說 人家就要提心吊膽的意思 嘩 你的招數這麼厲害 簡直就會令到美國政府如助針戰 究竟最終會不會削減駐港澳領館的人手 大家拭目以待 接著再說說 究竟為何美國政府要決定關閉中國駐喉斯敦的總領事館 人家有個官方說法出來了 原來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史迪威 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到 說這一家駐喉斯敦領事館是中國發展留學生間諜 獲取經濟和軍事情報的司令部 中國這些活動的控制中心 正正就是這家駐喉斯敦的領事館 該館長期以來都是從事一些顛覆美國的活動 但是在這個報道當中 史迪威沒有吸出相關活動的細節 但是他對於中國政府有一個非常嚴厲的指控 而同時之間這個指控 是遭到了中國外交部的斷言否認 我覺得就真的需要看看 因為現在各執一詞 這是什麼事呢 史迪威指控說中國駐喉斯敦的總領事蔡偉 和兩名中國外交官 最近在喉斯敦機場曾經有一個可疑的舉動 當時有一批中國公民正在等候 登上一架中國政府安排的專機 這些外交官就將某些旅客帶到登機口的樹 而根據中國航空公司所持的登機證件上 外交官的出生日期是錯誤的 其實就是在暗示 是不是在用一個虛假身份呢 中國外交部斷言否認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 中國駐美市領館人員的個人信息 對美方都是公開透明的 中國領事官員進入機場限制區域 得到了美方的批准 使用的是美國國務院發放的 領事官員身份證件 目的就是要照料 搭乘臨時航班的中國公民 美方完全在編造理由 有關指責不符合事實 故此各執一詞 相信誰呢 大家就是去自行判斷一下 接著 有些參議員其實都附和 史迪威的說法 包括共和黨參議員 Marco Rubio 盧比奧 他就直接說 駐侯斯頓總領事館 根本上不是外交機構 而是間諜中心 他的操持比起史迪威更加強硬 到底特朗普的說法又是怎樣 他在白鞏記者會上說到 他隨時可能下令關閉更多中國駐美市館 實情只剩下4間給他關閉 若然再關下一間又關下一間 這個外交戰隨時分分鐘 就會演變成為熱戰都不定 但是現在 目前只是關閉了一間 就未曾去到那個階段 故此 有很多人將這個關閉市領館 和南海的問題連繫來看 實情我們再找一節 講一下關於南海的問題 究竟會否真的演變成為熱戰呢 好了 我又在這裏再解答一下 一些益友的留言 有人在上一段片中說到 如果未滿65歲又想拿回強積金的話 就要去宣誓 實情這只是其中一個理由 提早拿回強積金 其實是可以有六個理由 包括就是提早退休 永久性地離開香港 即是移民 當然如果用這個理由 就只能夠用一次 一生人只能夠用一次 即是說你今次用了 如果將來再回來香港回樓 再在香港累積了一筆強積金的時候 到你再走那一刻 就不能夠再提前拿回 這只是一生人用一次 要提醒大家 另外還有些什麼 比如說患病 或者是死亡等等 有六個理由 所以移民就絕對是其中一個理由 可以申請拿回強積金走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